上一季里叶卡登基称帝的第六年 土耳其国王苏丹为转移天花肆虐的国内矛盾 多次派兵挑衅俄罗斯 最终叶卡正式向土耳其宣战 1768年俄土战争正式爆发 1770年切实美海战结束 俄军以极少的代价歼灭了奥斯曼帝国海军 不仅扭转了战局还在黑海站稳了脚跟 随后对波兰战役胜利 苏丹国王因天花意外离世 如此大好局面叶卡想乘胜追击 一举拿下奥斯曼帝国首都军事坦丁堡 然而此时距离土耳开战已经六年之久 持续的战争使俄罗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国库几乎耗尽 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 更加剧了俄罗斯国内的紧张局势 在此情境下一场灾难性的农民起义在东部爆发 其首领普加乔夫自称是复活的皇帝彼得三世 并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 而在巴黎一个叫诺娃的女孩 自称是前女皇伊丽莎白的女儿 正在欧洲向各国请求援助 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取代叶卡捷琳娜 成为俄罗斯女皇 不过她很快就被以欺诈罪名关进了监狱 国内外形势严峻 王宫内也是暗流涌动 当时正值1774年 也就是保罗第一任妻子明妮入宫的时间 她和保罗成婚后 还时不时约安德烈前来偷情 今天两人激战正酣时 女仆进来禀报叶卡和保罗在找她 现在人已经在花园了 为了不被人看出破绽 她忙让女仆帮自己整理衣服 三人见面后叶卡想单独跟她谈谈 便借口支开了保罗 叶卡开门见山地开始催生 皇族的声誉是一个国家的大事 明妮坦言这是要两人都愿意才有用 还抱怨齐彼得整日沉浸在她的戏剧里 叶卡对此没有说什么 反倒跟她打起赌来 话虽没说完 但话里的威胁意味显而易见 然而明妮却另有盘算 回去后她借想为俄国做贡献为由 向保罗打听起俄罗斯帝国的运作规则 包括每件事的细节 尤其是跟保罗父亲彼得三世惨死有关的事 她想从中吸取经验 以便日后对保罗顾忌重施 而保罗对她别角的借口并没有起 爽快地答应带她去参观父亲彼得被捕的宫殿 不过这是女皇不知道 他们只能秘密出行 明妮求之不得开心应下 另一边负责情报的四节潘 向叶卡汇报了近日的情况 普加侨夫带领的叛军包围了奥伦堡 离德米多夫工厂很近 他认为有些危险需要采取措施 叶卡却不以为然 波将军出言表示 德米多夫工厂为他们提供大炮 万一被他们占领后果不堪设想 四节潘也开口表示 据他们调查普加侨夫可能很像彼得三世 叶卡却觉得像那倒好吗 毕竟彼得连一个小团体也拒不起来 说着还转头询问起 这是第几个冒充彼得三世的 听到是第34个时 他和尼基塔都被逗笑了 说完反叛这些事 尼基塔提起阿列克蟹从加特器那来 请求跟叶卡见一面 想回来指挥地中海舰队 叶卡看了一眼郭将军后 借口他哥哥奥尔洛夫需要照顾 拒绝了见面请求 会议结束尼基塔回去后 让是从丹尼斯去给驻守在莫斯科的哥哥送报纸 实则二人已经开始暗中联络 不仅如此 尼基塔还找到落魄的阿列克蟹 也是叶卡前情人奥尔洛夫的弟弟 还曾是地中海舰队司令 著名的切式美海战就是他主导的 叶卡的冷落使他渐渐变得落魄 见他言语中充斥着不满 尼基塔直接开始了挑拨 称叶卡为了自己的利益登上了皇位 本应将位置传给儿子保罗 却贪念权力把持不放 甚至忘记他们这些帮他和支持他的人 接着还表态会在合适的时机 安排他和叶卡见面 不过希望他考虑一下支持保罗上位 与此同时冒充伊丽莎白女儿的诺瓦 被人花重金从巴黎监狱救了出来 企图扶持这位冒牌的俄国皇位继承人上位 以拯救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的波兰 救他的三个人 一个是波兰公国的军队指挥官 一个是波兰王室的继承人 还有一个则是法国国王的人 他的目的是诺瓦掌权后 俄罗斯必须与法国交好 听他们将意图一一说出来 诺瓦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和谈失败的土耳其人 血洗了军事坦丁堡的教诲 将主教定在了十字架上 甚至扬言要将土耳其的东正教徒清洗干净 很快消息便传回国内 叶卡听完有些动怒 他认为即使没有战争 就凭他们对主教制度的破坏 就足以作为理由宣战了 为此他想以决定性的进攻予以反击 波将军认为苏丹是因无法签署和平条约而被激怒 且土俄战争打到现在 俄罗斯已经实现了目标 边境已经向南部和西部移动 占领的土地也防御得很好 现在应该开垦荒地努力建设 最好是在秋季之前签署和平条约 否则耕种就赶不上了 到时第一批定居者就没了额外的攻击无法生存 将又是一笔不小的消耗 叶卡听完询问苏沃洛夫的意见 他表示俄罗斯虽然暂时赢了胜利 但即使是现在不管是步兵数量还是武器装备 奥斯曼帝国都远高于他们 至于是战事和这不是士兵的工作 他将坚决履行叶卡的命令 这时斯杰潘进来打断了谈话 一方面巴黎的那位神秘女子已被释放 另一方面普加乔夫所领导的叛军 向德米多夫兵工厂发起了猛攻 那里生产的用于作战武器的升铁 占总量的一半 而且附近的喀山等城市也都受到了威胁 预前会议的召开是君主才有的权利 他这是跃拳 叶卡气愤地来到会议室 看到满屋的官员有些慌乱 见气氛有些古怪 尼吉塔开口表示他此举是因为事态紧急 需要立即做出决定采取行动 叶卡听完强忍不爽表示 随后众人一起讨论起目前形势的解决措施 波将军率先开口表示 看起来他们离打败奥斯曼帝国只有一不知遥 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说 现在需要的是缔结和平 尼吉塔也表示 法国准备全方面支持土耳其包括金钱和武器 欧洲各国也梦想着他们陷入这场战争并走向崩溃 说着他问起苏沃洛夫目前军队的情况 苏沃洛夫直言还剩一周战斗所需的火药 一周过后就只能赤手空拳去吓唬敌人了 又有大臣战畜称现在主要任务 是去镇压普加乔夫的叛乱 否则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并说自己的许多房产都被叛军所烧毁 地主也被绞死了 所以他建议军队离开巴尔干半岛 回来让国家恢复秩序 叶卡不想再听他们劝庭的话 他直言自己不想谈这个 而且叛军必须得到严惩 接着他命比比科夫为部队总指挥去击败叛军 又命苏沃洛夫制定一次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会议结束叶卡和波江金在花园散步 对于刚才的事他还有些后怕 一度以为自己的时代结束了 他也意识到他信任的只有波江金 叶卡再次开口请求他留下 波江金一心想去巩固南方编程 再次委婉地拒绝了他 他表示自己要去实现展示过的模型 建设以叶卡杰林那命名的地孽伯和南部的首部 叶卡听完终止了话题 晚上本就有些生气的叶卡 看着波江金一身制服走进卧室 话里处处透露着不满 然而波江金却没有察觉 借着巴尔干半岛的耐心 请求叶卡让自己尽快去南方 叶卡妥协让他走吧 察觉到他的失落和难过 波江金上前吻了他 事后说起去南方 波江金表示时间流逝 南方有两世的未完事业 而他只有一世生命 他必须把一切都做完 叶卡却告诉他他有两种生命 他的和自己的而且他还想要第三个 他想要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 还让他去找麦迪检查一下身体 随后波江金来找麦迪 质问他为什么说服女皇让他觉得能生孩子 对年过40的女皇来说 生孩子是很危险的事情 俄罗斯只有一个女皇 他不应该因此承受风险 他让麦迪去向女皇禀名生孩子的风险 事情说完准备离开时 又扭头向他打听了共计会成员伊凡来的时间 等下次伊凡来治疗时他也来了 他开门见山地向伊凡表示 自己需要十万卢布 然后拿出一张地图指着上面的一个小岛 称把这里卖给他 这个小岛是叶卡送给他的 见伊凡话里有些讥讽的意味 波江金拿起一旁的热水给他加了点量 伊凡这才将话题转回来 询问他为什么突然卖岛 波江金坦言他需要钱 他想在地孽薄河上的南方首都建个造船厂 在那里建造的第一艘船 将命名为叶卡杰琳娜的荣耀 交易成交后 他提醒伊凡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女皇 总有一天我会亲自告诉他一切 晚上波江金再次提起离开的事 这次叶卡没有强迫他留下 而是要跟他一起去 这边普加侨夫的属下来报 食物和武器暂时得到解决了 他们从附近的庄园里拿走了所有的食物 还从要塞抢来了26门大炮和16个火药桶 随着威望的升高 他们也收到了各地寄来的礼物 接下来他们准备进攻喀山 普加侨夫表示他的王座在圣彼得堡 喀山只是图中的一个地标 而另一边听着诺娃漏洞摆出的字数 法国子爵已经知道他是假冒的 还提议让他改进一下故事 随后用礼物将他支开 跟剩下的两位波兰人说起了现状 因为杜巴利夫人的干预 他现在见不到国王 而王氏甚至不愿意支付以前的债务清单 子爵没有接他的话 反而劝他们尽快离开法国 毕竟他们花钱熟诺娃时 对外宣称他已经死了 所以他不应该再出现在巴黎 否则对大家都是麻烦 至于他们没有钱 子爵提议让诺娃去挣 毕竟他的工作就是从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那弄到钱 无奈三人只能雇了马车离开 然而刚走不久诺娃就病了 起初只是有些发烧后来越来越严重 为自己的计划 他们只能用仅剩的两块如不请了医生 医生治疗方式还是放血 但放了整整一瓶 还是没有任何起色 做完这一切医生让他们听天由命便先溜了 不知道是入戏太深 还是真的王氏血脉 但一旁的两位波兰人却坚信是第二种 真是命不该绝 诺娃竟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精神抖擞地叫醒了旁边两人 大病一场急需食物补锦 他开心地啃着鸡腿时 旁边两人却是一脸的愁眉不展 诺娃站起话起了饼 等他回到俄罗斯 他们都会在宫廷有位置 又说起他的下一步计划 是去找威尼斯总督 他们都是贪婪的人 他们还真吃这套 一旁的米尔当即决定 把他的剑当了给诺娃买匹好马 宫内宫外不稳当 自己的儿子也不省心 彼得如约带着明尼前往父亲彼得去世的宫殿 虽说是秘密出访 但还是没能逃过斯杰潘伯爵负责的情报部门 他将这一些连带着保罗他们之前在卧室的谈话 一并报给了叶卡 包括明尼打探俄罗斯帝国的运作 还有对彼得之死的好奇 但叶卡却不以为远 认为他们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把戏 他关心的只有保罗什么时候给自己生的孙子 然而叶卡还是低估了明尼的野心 他们来到城堡后 明尼只走了所有人 不停地提醒保罗才该是皇帝 而现在权力却都在叶卡手里 指责叶卡不顾帝国的法律和命运 得到了这一切 看着说话越来越像叶卡的明尼 保罗出声打断了他 见他不愿明尼提起彼得转移了话题 在火堆前保罗说起了他的童年 有一年的生日宴会上 他同时见到了父亲和母亲 他现在还记得父亲陪他玩的场景 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他小时候因为仙女皇伊丽莎白的命令 很少见到父亲母亲 保罗表示不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父亲想娶另一个女人 要把母亲送去修道院 明尼直言那你可走运了 若不是你妈妈发动证典 那你父亲就会和新妻子 生下另一个继承人 你恐怕也会被送进修道院 接着明尼提起叶卡 和他关于生孩子的赌约 暗示保罗可以发动 本世纪的第七次证典 来坐稳罗曼诺夫王朝继承人的宝座 保罗表示自己做不了反叛者和阴谋家 他无意伤害任何人 也希望明尼能忘掉皇位 他们生一堆孩子去过平凡的生活 明尼笑他说话像个孩子 他将自己和索菲亚 有一个两岁的儿子西蒙说了出来 明尼对此震惊不已 保罗将事情经过151时说了 包括索菲亚生完孩子就被女皇抱走了 还包括他后来嫁给了自己的好兄弟基里 甚至连基里和安德烈是兄弟都说了 回到圣彼得堡后 明尼第一时间来找安德烈 打听他哥哥基里的住处 安德烈也是有什么说什么 表示基里住在京都很偏僻的地方 为了躲开女皇和父亲 之所以还没有离开京都 是因为索菲亚幻想再见儿子西蒙一面 晚上明尼就派侍女来见基里 见孩子西蒙跟他们约定了见面时间 几天后明尼来了基里他们的住处 称自己可以帮他们见到西蒙 索菲亚感激地跪下亲吻她的守卫 基里却冷静地询问她的目的 明尼表示她只是不忍心看到不公平 无法想象未来自己看不见孩子的生活 几句话很快就取得了索菲亚的信任 她让索菲亚给保罗写个需要她帮助的变迁 随后基里送明尼出去 她知道明尼的目的绝不止看不下去这么简单 便直接开口询问 基里向她保证可以 尽管她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圣彼得堡内 叶卡得知诺瓦和波兰王室继承人在一起 这个组合让她觉得有些危险 于是她召见跟仙女皇有关的大臣 打探她是否有私生你的情况 她第一个找的是科学院院长 因为她是仙女皇情人阿列克谢的兄弟 她坚定地告诉叶卡他们之间没有孩子 不过其他人她就不知道了 毕竟仙女皇不止阿列克谢一个情愿 据她所知前情报管理员舒瓦洛夫 就在仙女皇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但她从没听过仙女皇怀孕的事 等她走后叶卡派人去调查 仙女皇和舒瓦洛夫的关系 很快四节盘来汇报调查结果 称舒瓦洛夫的仆人作证说 1751年女皇反复抱怨自己难受 这些迹象表明她当时怀孕了 孩子诞生后 伊丽莎白下令给这孩子找了一个寄养家庭 至于是男孩还是女孩仆人就不知道了 不过舒瓦洛夫曾写信给欧洲的某个人 处理了这件事 至于诺娃是不是伊丽莎白的女儿 又变成了搞不清楚的谜团 对外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还在持续 俄军打到舒姆拉要塞再次遇到了难题 要塞旁边就是土耳其营地 营地带驻扎在附近的人大概有25000人 一旦轻举妄动 他们甚至能快速调来7万人包围这里 叶卡询问他能消灭这些人吗 苏沃洛夫坦言不能 虽然他们不断攻占土军城镇 但没有预备队 致使因伤病空出来的位置无人顶上 而土军则在不停重建军队 现在土军兵力是他们的八倍 而且他们的武器也都有短枪转为了步枪 就现在情况而言 他们最多坚持到秋天 到那时会变得很艰难 甚至会失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成果 即使这样叶卡仍不打算放弃 他下令必须拿下要塞 比起普加侨夫的叛军 他询问尼基塔是否有外国使节跟他们联系 尼基塔表示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而且就叛军而言 别国的资助几乎没有用 他们并不需要钱 毕竟他们的所有物资 都是靠抢掠得来的 欧洲国家为他们提供这些 则需要穿过欧洲 不仅费势费力还容易泄露消息 叶卡还是不放心 让尼基塔去信欧洲大使馆 让间谍去暗中查查 叶卡的担心是对的 普加侨夫的军营中 法国使者前来 表示若他为皇位发动的战争进展顺利 法国会承认他作为俄国皇帝的合法地位 问到他带来了多少武器 法国使者直言 等他逼近莫斯科 路易国王会为他准备好 这不空手套白狼吗 普加侨夫直接表示 接着他几句话便把人打他走了 另一边尼基塔回到住处 就收到了阿料莎寄来的信 开心之情溢于言表 看着阿料莎写的信话的话 尼基塔罕见地露出了温情的一面 阿料莎离开后 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他完全把阿料莎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想起他们之前相处时的场景 他眼里不禁泛起了泪花 随后给阿料莎的回信 他也是真自卓绝 想把自己真挚的感情都表达出来 甚至落款都想了好久考虑了方方面面 最后还细心地将墨迹吹干 写完信尼基塔在花圃里 让园丁把玫瑰做成花束 他拿着来了安娜目前 回想起他们相处时的时光 尼基塔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念 回想起往事好像就在昨天 可现实安娜已经离开好久了 尼基塔感慨如果她还在 或许他们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 尼基塔表示若不是自己横加干预 或许他还活着 或许他们也会过着幸福的生活 与此同时 保罗也收到了索菲亚求助的便签 看了一眼后 他便让侍从卢卡将便条还给索菲亚 说自己很抱歉帮不了他 感而卢卡却表示 这是除非明妮给他的 保罗听完怒气冲冲地找到明妮 警告他要是不想失去女皇的青睐 就立即停止接近索菲亚 儿子西蒙的事是自己作为秘密告诉他的 他不应该和索菲亚一起在背后搞小动作 明妮表示他只是对一个 见不到孩子的母亲表示同情 也担心这样的事未来会落到自己身上 保罗听完有些动容 表示会尽力帮助索菲亚见到孩子 保罗走后明妮直接来见了叶卡 请求让索菲亚见见他的儿子 叶卡表示他们应该一起离开俄罗斯了 而且这完全不关明妮的事 明妮称索菲亚希望离开前再见儿子一面 而她作为一个未来的母亲 她为索菲亚和孩子感到难过 所以不能袖手旁观 她的举动引起了叶卡的警觉 随后便找来尼基塔让她去找保罗谈谈 毕竟她和儿子之间的谈话都是以争吵结束 尼基塔应下后请叶卡帮自己一个忙 她拿出跟阿料莎的通信 表示她需要家和家人的关心 现在她又即将成年 叶卡不理解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每个人都想帮助孩子 她表示自己会考虑终止了会面 随后尼基塔奉女皇命令来找保罗 她开门见山地表示 女皇怀疑明妮干涉政务 保罗称自己理解母亲的感受 她认为明妮的唯一作用就是生下继承人 自己的作用也是 尼基塔让她永远不要这么想 她才是帝国的第一皇位继承人 未来的改革家启蒙者和解放者 保罗很感谢她的安慰 但她知道谁做上皇位最终还是由女皇决定的 是自己还是自己的孩子 亦或者是女皇情人的孩子 尼基塔表示这其实是国家体制的缺陷 还表示自己在女皇加冕里后 曾提交过一份报告 建议将君主的权利移交一些给议会或参政院 当然被驳回了 说起这保罗把她和侍从丹尼斯写的对君主政体的限制 拿给尼基塔看 尼基塔看完表示 她希望并相信俄罗斯未来会变得更公平 但历史有她的诡计 我们不应该强迫她加速 应该遵循上帝的旨意 尼基塔最后给了他们提醒后便离开了 紧接着保罗来找明尼 说起今天尼基塔来找自己的原因 提醒她女皇已经开始怀疑她在背后搞阴谋 明尼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没有那个才能 保罗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反而一脸开心地告诉她 女皇接下来有一个几小时的国务会议 明尼眼前一亮之不机会来了 花园内一群小孩正在开心地玩滑梯 索菲亚受明尼安排在这等自己的儿子西蒙 这时保罗和明尼牵着西蒙走过来 这是索菲亚时隔两年第一次再见自己的孩子 她迫不及待地跑上前 递上了自己准备的礼物 看着西蒙可爱的样子 索菲亚不住地夸赞 眼里含泪地跟她玩了起来 众人也自觉地走开 为他们腾出了相处空间 会议室内 尼基塔表示她通过各种关系 联系上了一位与苏丹宰相关系亲密的人 这有利于尽快展开秘密谈判 波将军也表示战争消耗巨大 如果能靠一点贿赂达成和谈是最好的 他们需要资金去建设新的城市和土地 而叶卡则强硬表态 自从土耳其杀害了东正教主教后 就没有任何谈判机会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打击他们 尼基塔表示 如果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 俄国就有可能失去普鲁士的支持 而且丹麦女王也可能封锁 他们通往波罗的海的航道 这个话题暂时搁置后 尼基塔又汇报传闻路易十五得了天花 叶卡表示她不相信任何流言蜚语 大臣开口表示这很重要 关系到下一任法国领导人 是否会继续向奥斯曼提供船只和武器 叶卡称她记得路易十五的孙子是继承人 年龄和保罗差不多 众大臣听完一致保持沉默 见没事了叶卡决定提前结束会议 去参加孙子西蒙的生日 这时侍女看到叶卡走出了会议室 一溜小跑的来报信 索菲亚只能不舍的跟儿子告别 看着儿子越来越远 索菲亚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她在机里身上大哭起来 最后只能不舍的离开 这边尼基塔拿着阿廖莎寄来的话 再次请求叶卡接她回来 叶卡表示自己考虑过了 阿廖莎不能提前回来 还禁止尼基塔再给她写信 谈论她甚至想她 尼基塔失望的行李告退了 回到住处看着手中的信 看着巨大的房子 尼基塔难过不已 走进房子后她赶走了车夫 从壁橱深处拿出了她之前写的那份报告 把她直接交给了保罗 于是三人就报告和各自的想法开始了讨论 他们计划恢复贵族自由宣言 然后再逐步解放农奴 尼基塔首先表示他们应该先了解农奴 于是他带着丹尼斯来询问车夫 对解放农奴的看法 车夫表示如果没有土地 那就没有意义 真正的宫廷应该是公正的划分土地 使每个人成为土地的主人 这下尼基塔不乐意了 这样贵族怎么管理 听车夫说他们并不需要贵族管理 尼基塔表示贵族是在保护他们例如打仗 谁料车夫越说越上头 称现在不是准备豁免兵役吗 贵族想要的不是保护他们 而是保持现状不劳而获 听别人奉承他们 尼基塔和丹尼斯不再说什么 转身上了马车 宫内明尼拿着带有彼得三世头像的硬币 送给了保罗 这是保罗父亲彼得执政的那六个月里造出来的 本来被叶卡全部封存了 不知道明尼在哪梦到的 见保罗有些感动他又开始了挑拨 称希蒙被留下是因为他拥有罗曼诺夫的血统 而阿亮莎即使是亲儿子 因为没有血统也会被抛弃 随后他还告诉彼得自己与肥特列大帝有书信往来 他这种无异于叛国的行为 让保罗大为震惊 明尼仅仅用了你是我的丈夫信任你两句话 保罗就保证不会说出去 接着明尼又向他打听起伊凡六世的命运 保罗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称伊凡六世在逃跑时被杀 自己也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尝试过逃跑 还将他有两个兄弟两个姐妹都说了出来 这时突然拜访的叶卡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叶卡直言他要随波将军一起去参军 准备带上他们 保罗对此没有意义询问出发时间 这个玩笑叶卡并不觉得好笑 反而当即决定保罗他们留下 回去后波将军就眼下行事 劝叶卡留在圣彼得堡 叶卡态度坚定地拒绝了 他还没出发尼吉塔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他给哥哥去信写明了 叶卡即将离开首都 还邀请哥哥不久后来首都一举 第二天的告别仪式上 保罗迟迟没来 叶卡询问一旁的明尼 明尼表示自己不清楚 而此时的保罗正在书房会见尼吉塔 保罗不理解叶卡为什么会单独留下他 尼吉塔却告诉他这是个好机会 他可以不用再按女皇的心思办事 而是独立行动 接着小声告诉保罗 他邀请了他兄弟秘密来圣彼得堡 到时候他们可以一起讨论 恢复皇位的合理继承 一脸猛的保罗在他的一通忽悠下 默认了他的做法 叶卡这边久未等到保罗 准备动身离开时 叶卡吩咐斯杰潘伯爵盯住保罗 他刚离开安德烈就来找保罗 他是来跟保罗借钱的 他欠下了一大笔债务 保罗表示会帮他弹药一两个月 才能拿到这笔钱 聊完正是保罗开口说起往事 说起索菲亚又说起明尼 称他现在跟明尼在一起很开心 只不过有时他有自己无法满足的欲望 话题一转保罗问安德烈为什么还单身 安德烈表示自己喜欢的女孩结婚了 他们之间不可能了 安德烈听完若有所思起来 随后他和明尼在花园会面 他表示保罗真心拿他当朋友 他们现在的关系不能再继续 明尼的挽留被安德烈坚定地拒绝了 回去后安德烈给他的新目标维奥拉写信 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 还约他在哥哥的住宅私下见面 然而这个消息很快被明尼得知了 他勃然大怒给维奥拉的父亲和未婚夫写了封信 详细告知了约会地点 阿娜听完大怒向安德烈发起了决斗 这边普加乔夫率领的叛军 被剿匪司令比比科夫追得满草原乱窜 普加乔夫一筹莫展示 下属来报比比科夫因病去世了 这就意味着卡迪亚的军队现在没有指挥官 普加乔夫高兴不已 这下轮到他们出击了 另一边来到威尼斯的诺娃三人迟迟没见到总部 反而遇上了一位好色的威尼斯商人 一见面他就被诺娃的美貌吸引了 诺娃几句话套出他资产雄厚后 便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哭诉因农民起义烧毁了很多城堡 他父亲受伤去世了 他在罗马的哥哥一直没有给自己回信 他花光了所有钱来了这里 别有目的的富商看着机会来了 便上前准备一清方泽 诺娃拒绝了他表示明天七点来 被迷得五迷三道的富商 当即答应了下来还留下了一袋钱 诺娃拿着钱开始盘算怎么花时 诺娃却自信自己有办法对付他 然而事情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第二天富商借让他尝试鸦片开始对他上手 诺娃忙开口求救 尼尔提见上前与富商展开了较量 很快富商就败下阵来 这时富商也明白自己上当了 他们三个是一伙的 于是宣称要报警 诺娃不想把事情闹大将钱还给了他 晚上他们在一家酒馆吃饭时 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去世了 杜巴利夫人也被监禁了 子爵又重新恢复了地位 很快子爵就赶来给他们安排了住处 虽然没有得到法国国王的正式支持 但却暂时得到了默许 至少资金丰富吃喝不愁 子爵表示他们暂时不能回法国 而且需要诺娃写两封信 一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以罗曼诺夫家族合法继承人的身份请求支持 另一封则是给叶卡杰林那女皇的 表达一下与女皇见面的期待 之后他会命人给诺娃画像 他也该开始向全世界宣传自己了 诺娃端起酒杯欣然印象 很快子爵就找来了画师 看着差不多完成的画像 他并不满意让画师在披风上加上貂皮 画师直言这必须穿上才能画 凭记忆做不到 听到要扣费画师表示可以 他会从其他肖像画里抄一部分过来 保证他从头到脚都穿着貂 然而子爵还有要求 他拿出伊丽莎白的画像 让他在肖像中添一些特征 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关系 最后在金钱的诱惑下画师也同意了下来 然而他拿着原图刚出门 就被一群人拦住了 出二十金币购买他手中的话 他的讨价还价惹怒来人 直接到底脖子拿走了画像 屋内子爵刚走 舒瓦洛夫就来拜访诺娃 先表示自己曾在俄国担任过最高职位 他知道俄国的一切是如何运作的 又提起诺娃想借外国势力获得皇位 这本身就是很危险的行为 他希望诺娃可以信任自己 接着他说起自己的策略 就是得到俄国宫廷贵族的支持 于是他提议诺娃给尼基塔写信 诺娃询问他帮自己的原因 舒瓦洛夫坦率地表示他想恢复之前的职位 诺娃应下后 舒瓦洛夫提醒他 这些应该秘密进行 不能让法国方面知道 毕竟国家还是从内统治的好 然而只终究包不住火 很快法国子爵就知道他们与俄国人有私下联系 告诉他们之前那个商人对他提起了诉讼 是自己暂时叫停了诉讼 但也能随时恢复 他现在之所以能活着呼吸空气 有希望登上俄罗斯的皇位 仰仗的是自己和法国国王 他让诺娃现在写一封给女皇叶卡杰琳娜的信 他要带着信去俄罗斯 诺娃拒绝他后还下了逐克令 临走之前子觉让他考虑清楚 没有信就没有他 与此同时尼基塔正在密谋 只不过跟诺娃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安排了哥哥帕宁伯爵和保罗见面 因为尼基塔全是滔天帕宁伯爵又手握重兵 为了防止他们有不成之心 叶卡下令帕宁常年驻守莫斯科 不能擅自回首都也不能私下见面 所以他们相见极其隐秘 谈话一开始尼基塔就提起 镇压叛军的司令比比科夫因病去世 可以让经验丰富的帕宁去镇压普加乔夫的起义 彼得同意他的提议 叛乱对这个国家很危险 只有像帕宁伯爵这样经验丰富的人才能镇压 至于帕宁伯爵提出的 不怕流血用恐吓镇压起义的方式 彼得有些不认同尼基塔也表示之后再谈 外面保罗的是从卢卡意外发现了帕宁伯爵的车 知道事关重大的司节潘 立马让人给马套上鞍子 准备快马加鞭去找叶卡 虽没有实际证据 但未同宰相的文官首卧兵权的武将还有储君 三人的见面总是意味着什么 而此时的叶卡和伯江金正准备在一处军营休息 房间太破败也无人打扫 伯江金让人去叫这里的主管 没想到两人醉醺醺的被扶了进来 看见女皇两人立马就跪了下来 胖的就叫胖家夫兽的就叫兽雅克 伯江金只问他们为何白天还醉酒 兽雅克表示是因为这个城市堕落 他们才无法抵抗诱惑 一旁的秘书表示 他们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晚上和姑娘狂欢白天睡觉 打牌还弄虚作假出老千 对于出老千兽雅克还想解释 直接被伯江金打断了 他下命令要把他们降级流放 兽雅克健壮忙表示胖家夫喝酒是为了找灵感 他还为女皇写了一首颂歌 这话引起了叶卡的好奇让他背来听听 胖家夫起身充满感情地背诵了出来 叶卡听完即兴也来了几句 询问他们谁的更好 胖家夫直言自己的更好 因为女皇背诵的 是俄国著名文学家米哈耶尔写给伊丽莎白女皇的 而自己的是写给她的 叶卡转头询问波江金如何处置他们 他表示颂歌印刷出版诗人流放边疆 两人一听跪下请求叶卡 让他们去战场对付土耳其人 或者去镇压叛乱 总之给他们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叶卡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派他们去奥伦堡镇压叛乱 走之前叶卡还让他们将颂歌寄给报首 晚上一路飞奔的斯杰潘伯爵带人赶到了 他首先汇报了与叛军作战的司令比比科夫 因急性热病去世了 叶卡觉得这有些荒唐 将军应勇作战却因急病死在战场 等他冷静下来猜到斯杰潘如此着急赶来 绝不只是因为这件事 叶卡听完决定立刻返回圣彼得堡 斯杰潘识趣地退下给两人腾出了空间 伯江金表示情况可能总是如此 他是女皇必须待在圣彼得堡 而自己应该在南方 他不想像条狗一样永远坐在叶卡身边 看着俄罗斯失去他已经征服的土地 伯江金表示这个道理他很久之前就明白了 于是相爱的两人在这里 终是踏上了相反的方向 得知叶卡提前回来 尼基塔匆忙收拾东西 叮嘱马夫如果他没从王宫出来 就烧掉这些文件 又让他去通知帕宁伯爵和保罗 不要掩饰他们见面的事 接着他面带微笑强装镇定地来见叶卡 叶卡并没有直接质问他 而是说起叛军打败了正规军的事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厉害可能有援军 他觉得普加乔夫和诺娃公主可能正在合作 而背后的支持者可能是法国新上任的国王路易十六 尼基塔表示关于此事他也有个报告 便主动说起他和哥哥帕宁伯爵还有保罗见面的事 他们见面的目的是为了制定镇压叛乱的计划 他知道哥哥来圣彼得堡会引起女皇的不快 所以他选择了私下会面 保罗出席则是作为女皇的代理人和帝国权威的代表 叶卡直接询问他计划是什么 尼基塔称是任命一位拥有更大权力的新指挥官 而他哥哥帕宁伯爵在莫斯科毫无用武之地 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知道叶卡不信任他和他哥哥 便顺水推舟提起了叶卡前男友奥尔洛夫兄弟 叶卡顺着话表示自己也好久没见奥尔洛夫了 当即决定几天后去拜访他 这时秘书来报诺娃的画像被带回来 看着两张照片尼基塔看不出猫腻 提一找专业的人看看 叶卡却表示需要邀请的不是专业人士而是其他人 于是他找来了仙女皇的情人谢苗 谢苗看完称这是正式化 看起来完全不像现实中的人 而且可能还添加了画家的创作 所以很难判断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 叶卡表示既然这样 那他就去接触接触真人 也许到时候就能发现他们之间有没有相似之处 谢苗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走之前他向叶卡提了一个请求 他的剧院将上演一出关于叶卡 在俄土战争中获胜的喜 由于扮演奥斯曼军队的人不够 他想向叶卡接二百个农民 然而此举却引起了叶卡不快 提醒他不要惹怒上帝 他们现在还没获胜 等胜利后他才能上演这出舞台剧 而且农民不是玩偶 不过最后叶卡还是答应会借给他 但不多于三十个 另一边得知儿子安德烈和阿娜发起了决斗 院长觉得他们是朋友 可以讲和不用到你死我活的地物 听到是为了一个女孩 他既生气又无奈 他儿子本就不多 大儿子被赶出了首都不在身边 他不能看见小儿子因此送命 劝服儿子后 他便来找了维奥拉的父亲叶勒金商量 表示维奥拉嫁给阿娜需要支付嫁妆 而嫁给自己儿子安德烈则不用他出一分钱 至于他担心了安德烈的债务 自己会帮他还亲 叶勒金表示可以但安德烈必须公开道歉 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后 叶勒金表示阿娜的父亲欠自己的 自己会去说服他的 事情本来已经说好了 谁料到了决斗当天 对于安德烈的道歉阿娜并不接受 表示他们早就不是父亲可以命令的年龄了 可解失败只能开始决斗 按规则双方在二十步开外的距离互相靠近射击 第一枪安德烈对着天空射了一枪 表示是自己的错不会杀他 阿娜丝毫不领情对着他就是第一枪 奈何准确度不高子弹擦着安德烈脸颊过去 见证人趁换枪的空挡提醒安德烈 看着重新准备击杀自己的阿娜 安德烈决定反击 安德烈出手干净利索一枪正中眉心 阿娜应声倒地当场毕灭 在叶卡捷琳那时期是禁止决斗的 凡是参与决斗的会遭受审判 可能会被送往西伯利亚或被绞死 知道后果的安德烈 回去后开始自暴自弃 工作上频频出错也无心改正 还趁父亲不在家在家举行派对 将父亲珍藏的好酒全部消耗殆尽 欢乐结束她独自回到房间准备饮蛋自尽 却被走进来的明尼打断了 她表示自己可以帮安德烈免除债务 说着丢给她一千卢布当定金 但之后安德烈就只能为自己服务 说完明尼便走向了她 回到王宫明尼来找叶卡为安德烈求情 称她参与决斗是为了少女的名誉情有可原 叶卡没有回复她反而转头询问 她为什么来求情 明尼表示她是保罗的朋友 若被流放保罗会很伤心 叶卡将信将已表示自己会考虑的 明尼走后叶卡和尼基塔在花园 边走边讨论起舒瓦洛夫和诺娃的关系 如果他们达成协议再得到了路易十六的支持 那俄国将会面临土耳其普加侨夫和法国三面受敌的近况 为大局考虑 叶卡让尼基塔的人去欧洲找到舒瓦洛夫 尼基塔便提议自己亲自去 还可以顺便去莱比锡见见阿料莎 叶卡借口她需要尼基塔 拒绝了她去欧洲的请求 第二天叶卡带着尼基塔来了 奥尔洛夫所在的加特七那时 阿列克谢出来迎接了她 走进屋内看着奥尔洛夫意气风发地走过来 与正常人无异 但行李问候是她错把尼基塔当成了叶卡 当众亲吻了她 场面一时有些尴尬 随后叶卡拉着奥尔洛夫去公园散步 询问她想不想让阿料莎回来 她表示想让阿料莎留在自己身边 这样会让她很安心 但她结尾却叫了叶卡妈妈 又看向了不远处的弟弟阿列克谢 看着神志宛如孩子的她 叶卡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不由得有些难过 带着她缓缓往回走 与此同时尼基塔告诉阿列克谢 和女皇谈话时尽量表现得彬彬有礼 她现在喜欢有激情但谦虚恭敬的人 这时叶卡带着奥尔洛夫回来了 把她交给奥尔洛夫的妹妹卡迪亚后 她便和尼基塔准备离开 阿列克谢主动上前送她 临上马车时 她有意地摩缩着叶卡守卫 叶卡略做思索 让她下星期回彼得堡重新开始工作 回去路上尼基塔说起阿列克谢 称她举止虽有些粗鲁但果断忠诚 也不止一次忠诚地为她和国家服务 在困难时期应该留住这样的人 叶卡却开口问起她 随后两人各怀心思相识一笑 回宫后思杰攀向叶卡报告 一周之内有四名彼得三世的冒充者 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这么多的冒盘或叶卡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在衰退 她回想起那次政变 她以为那是最后一次 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事实是同样的事还在继续发生 此时正在书房看书的尼基塔 被一声打破窗户的响声吸引了 地上连同砖头留下来的还有一封信 这封信就是诺瓦按舒瓦洛夫的意思写给她的 尼基塔看完带着她直接来见了叶卡 信上诺瓦首先亮明了她有很多贵族支持 其中包括威斯特法利亚的领宝伯爵 俄罗斯的秘密顾问舒瓦洛夫等等 然后她要尼基塔承认她俄罗斯皇位继承人的身份 并且秘密与奥斯曼人取得联系 让她的军队加入普加侨夫的军队 共同对抗叶卡的军队 到那时她将在法国的帮助下登上皇位 当然她也许给了尼基塔很多头衔和财富 叶卡询问斯杰潘的看法 她表示若他们再出现 尼基塔就假意答应与他们合作 约定见面地点后通知自己 尼基塔点头表示了然 然后建议尽快把诺瓦带到圣比德堡来 至于人选暂时没有决定 明尼和安德烈越发猖狂 明尼直言自己想当女皇 让她帮助自己 第二天安德烈来汇报 她看到了一份关于安东尼的报告 意外得知安东尼虽去世了 但她还有四个孩子活着 明尼听完兴奋不已 认为只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丹麦女皇 她一定会跟俄军决裂 她不就能坐收渔翁之力了 这时斯杰潘进来打断了他们 虽没听到对话 却撞见了他们之间的暧昧 而安德烈则直接来找了彼得 几天前彼得听闻普加乔夫 是复活的彼得三世 便来找斯杰潘要画像 然而负责情报的斯杰潘手里也没有 他直言前几天西特尼市场上的 一个销售员手里有 本事要卖给他们 却被普加乔夫的人发现 不仅拿走了画像还把人打死了 总之他手里真的没有画像 然而保罗并不死心 他借口参加化妆舞会 制开了侍卫卢卡 跟安德烈乔装打扮来的 西特尼市场寻找画像 到市场后保罗像一个新奇的小孩 对什么都很感兴趣 安德烈去旁边肉铺老板那套画的空档 保罗跟一个小混混当机撕扯了起来 安德烈见状立马上前将两人分开了 两人正说话时保罗发现钱袋不见了 他们立马去追那人 将他们带到地方那人上前跟人说着什么 安德烈觉得此地不安全 劝保罗离开被拒绝了 于是一番搜身后 他们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得知他们想看真皇帝的画像 面带刀疤的男子递了一把枪给安德烈 想看看他们对皇帝的忠心 安德烈接过枪按他们的意思 他强装镇定地扣动了扳机 还好虚惊一场 他们对安德烈满是赞叹 便拿出了画像 保罗忍不住上手去摸 却遭到对方拒绝 于是提出要买下这幅画像 那人起意询问他为什么要买它 还提议带他一起去喀山投奔普加乔夫 被拒绝后那人把枪递给了保罗 准备扣动扳机 使安德烈一把抢了过来 对准对面的人就是一枪 奈何这次还是没有子弹 安德烈好歹是在战场拼杀过的 出手夺过枪反手就击毙了他 保罗抢到画像掀翻桌子 两人趁机跑了出去 飞速回了马车 见保罗受到惊吓慌乱到不行 安德烈拿出酒让他多喝几口 晚会安德烈把换好衣服 一身酒气的保罗送回了住处 称他在化妆舞会上玩得太开心了 第二天斯杰潘就把他醉酒的事汇报给了叶卡 叶卡听完有些惊喜 感叹儿子终于喝醉了 听闻法国国王的门声勒废福自觉 是共计会成员 于是叶卡找来同为共计会成员的叶勒金 希望他能出面劝说他 让他能帮俄国暂缓与普特开战的时间 说是希望但实际就是命令 叶勒金表示他会在自己的小岛厌寝自觉 叶卡顺嘴问起小岛的地址 却发现这正是自己送给波将军的 言外之意就是波将军卖给他了呗 叶卡听完生气的转身离开了 这个计谋看来并不奏效 很快法国自觉就到了圣彼得堡 他代表路易十六借口 邀请俄罗斯加入和平国家联盟 希望俄罗斯停止与土耳其的战争 叶卡表示战争会结束但要以胜利的名义 接着自觉拿出路易国王 特意为俄罗斯准备的一份停战协议 上面要求俄军离开黑海和亚素海 海军撤离地中海 远征军也要离开波兰 并表示俄罗斯应该满足目前的边界 叶卡维持微笑表示感谢路易和他的提议 自觉却并没有罢休 反而称他们国王是向叶卡伸出了援助之手 又说起俄罗斯正处于全面战争中 对外波兰奥斯曼 队内还有叛军甚至已经威胁到了莫斯科 最后他表示他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众所周知罗曼诺夫王朝只有一个继承人 但他给叶卡带来了一位新的皇室成员 伊丽莎白女皇的女儿诺瓦 然后便把诺瓦写的信递给了叶卡 还讽刺地表示 路易国王和土耳其苏丹都希望他们能够合家团圆 叶卡后曹牙都快咬碎了依旧保持着礼貌优雅 子觉走后他和尼基塔还有斯杰潘一起看诺瓦的信 信中诺瓦表示他迫不及待想要回圣里德堡 甚至还开始幻想他坐在宝座上 手拿权杖和十字架的场景 看完这封信尼基塔表示 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但有两件事显而易见 一件事法国消息灵通 对他们宫廷的事也知道 第二件事就是路易国王可以随时集结军队 以伊丽莎白的名义攻击俄罗斯 而且从字体来看写信的人精通俄语 俄语应该是他的母语 叶卡问起冒充者的真实姓名 斯杰潘表示无法查证 因为他在不同时期使用过不同的名字 然后将他用过的名字一一读了出来 阿尔兹贝塔德拉加诺瓦这个名字引起了叶卡注意 说完叶卡拿着信件放了火焰上 斯杰潘看着这一幕若有所思起来 镜头转到被发去镇压叛军的两兄弟身上 胖加夫和瘦雅克一番赶路来到一个小镇 刚走进旅馆他们便忍不住跟人玩起了扑克 在他们娴熟的出签技术下 他们连赢几局甚至连对方的军刀都赢到了手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来了两个衣着光鲜的士兵 两人决定回去再玩两把 然而一局还没结束就被人发现了 于是两人快速收起钱 掀翻桌子趁乱跑了出去 凭着默契的配合两人成功脱身 之后他们买了马晃晃悠悠的赶路 瞧见前方的尸体他们快速下马查看 意外发现了一位幸存者 他告诉他们自己遇到了普加乔夫的人 还主动腾出了住处 可他们还是紧追不放 不仅财产被洗劫一空 还虐杀了他的女儿和妻子 他请求他们把绑着女儿的绳子割断 说完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看着不远处女孩惨死的模样 胖家夫忍不住吐了出来 黄顾四周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这边诺娃受到紫爵派的士兵保护后 过得潇洒放松 看到同行米卡依旧执着于练剑 他觉得有宫廷军队的保护 不会再有人对他感兴趣 尼尔不必如此刻苦防备 尼尔提醒他小心谨慎 毕竟俄罗斯女皇对他的死很感兴趣 只要一滴毒药或是一把刀就能要他的命 诺娃却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叶卡渴望成为欧洲领导人 他是不会使用这种手段 果然还是女人了解女人 听他晚上要去看演出 米尔告诉他那些有钱的大使国王和伯爵 都只是把他当作一枚妻子 第二天他们在山上准备练枪时 危险来的紧急之下 米尔替诺娃挡了一枪 经过一阵厮杀米尔渐渐有些支撑不住 千军一发之际诺娃拿起枪就吓了他 圣彼得堡内安德烈按明尼一死 秘密会见了法国子爵 让他帮忙带封信给路易国王 子爵略带笑意地询问 他想走的这条路 需要政变并且杀了自己丈夫 那到时候是谁动手呢 安德烈急忙来找明尼的女仆 让他带话明天九点自己在浴室等明尼 而花园里叶卡和阿列克谢再一次散步 聊完奥尔洛夫后 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阿列克谢身上 晚上阿列克谢自然而然留宿夜卡的房间 另一个房间里明尼如约来找保罗 保罗将他整理的方案拿给明尼看 顺便提醒他小心隔墙有耳 毕竟这个方案里的主张 光是阅读就可以看作是一个阴谋 为了更好的谈话保罗邀请他明天一起去打猎 因为与安德烈的约定 明尼本想改天 见保罗有些生气地想终止话题 他当即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来到木屋 保罗向明尼说了方案里的东西 上面建议将所有立法权移交给参议员 皇帝只负责监督 恢复彼得一世之前的一些传统 比如将女性排除在皇位继承权之外 正在把玩猎枪的明尼听完 举起枪瞄准了保罗 质问他为什么女性不可以 保罗表示坐在宝座上的女人 仍然会被感情所左右 这往往会导致不宫廷 明尼却表示光有宫廷不够 还需要坚强和残酷 宫内女仆来通知安德烈 明尼有事来不了让她先回去 安德烈却打起了她的主意 将她叫过来就开始上手 而回程路上的明尼 又向保罗打听起她方案藏在哪 保罗对她可谓十足的信任 一五一十地告诉她 藏在了自己房间 还表示自己登机后 会把一个盒子挂在东宫的墙上 以便臣民们情愿 明尼听完怂恿她现在就做 保罗觉得是好主意回去就弄 她的信任并没有换来同样的对待 保罗刚回住处侍卫卡 就向她汇报了 安德烈在明尼遇事与女仆思通 接下来就跟第二季最后重合了 明尼知道后大发雷霆 暴揍了女仆 并把她丢到院外企图冻死 被赶来的斯杰潘救了回去 不同的是加上了女仆的感情线 尼基塔的车夫喜欢上了女仆 看着她被带走 便来求尼基塔出手相救 尼基塔得知人是被斯杰潘伯爵带走的 表示自己不能在任何场合与她对着赶 而且不就是一个女人 再找一个就好了 车夫执意不肯跪下再三请求 却遭到尼基塔的严厉拒绝 车夫满含恨意地转身离开 这边女仆遭到了严刑拷打 在刑罚的折磨下女仆很快就咽起了 随后斯杰潘来找叶卡汇报事情 第一件是行刺诺娃失败 叶卡听完生气地起身质问她 自己什么时候下过这样的命令 斯杰潘有些慌乱地回答 她以为叶卡烧掉诺娃的来信是在暗示自己 最后叶卡警告她 不要忘记她是祖国的公仆不是强盗 再有一次她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斯杰潘点头印下后 说起第二件事 明尼不仅从上传开始就跟安德烈有私情 还写信给丹麦女王 告诉了她她哥哥安东尼一家的事 如今证据确凿 叶卡下令立即逮捕安德烈 并对她进行秘密审问 至于明尼自己要和她好好谈谈 第二天她叫来明尼开门见山地说起 她给丹麦女王写信的事 称这是叛国罪 明尼一脸坚定地表示自己不会变国 她不想伤害保罗 这突如其来的大锅就扣在了保罗头上 叶卡不相信保罗会做这种事 明尼也不装了 直言保罗之前的行为都是装得她想当皇帝 见叶卡还不信 她又说起保罗将一个装有请愿书的箱子挂在了大门口 还写了一份方案就藏在她房间 这一切都被躲在后面的侍女奈利听到 她匆匆忙忙来找保罗 将事情告诉了她 晚上车夫悄悄来到尼基塔的书房 不仅从暗阁里偷走了一串勋章 还拿走大量的卢布 临走时还放火烧了这里 王公李叶卡带人来了保罗住处 他在搜查明尼口中的方案时 被抽屉里的一把枪吸引了 他想起保罗当时拿枪指着他时的场景 放回去时无意间发现了抽屉里的暗格 将里面的文件拿出来后 他仔细查看上面的内容 发现是保罗写的戏剧画本 不由得笑了起来 这边关于明尼和安德烈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 保罗来找她要说法 明尼却倒打一耙 称自己把她当成可信赖的朋友 他却相信这些谣言 这次保罗没有再被她的三言两语说服 这边叶卡和斯杰潘在商量如何处置明尼 叶卡想驱逐她把她送到最远的修道院去 可斯杰潘却劝她再冷静一下 如果处置明尼就证明她不忠的事实 保罗避免不了将承受那些流言蜚语 于是叶卡决定坦然面对明尼 让她生个继承人自己再想办法惩罚她 商议结束叶卡出来见尼基塔 刚见面就是一顿斥责 一是因为本来是盟友的普鲁士 现在宣布保持中立 二是因为保罗在集市上放了一个请愿的箱子 还试图与民众建立联系 甚至还写了什么方案试图限制军权 而这一切都是受她这位老师影响 作为保罗的老师 尼基塔有口难辩 以退为禁提出辞职 临走之前叶卡告诉尼基塔 一定要确保普鲁士不会对奥斯曼人 做出什么空洞的承诺 以至现在的战局恶化 看着叶卡离开的背影尼基塔 长舒一口气 回去的路上秘书还在后怕 他们离麻烦紧一步之遥 女皇要是发现了方案怎么办 尼基塔示意她不要再说这件事 他们可能被监听 毕竟她已经没有可信任的车夫了 提起车夫尼基塔有些难过 自己救了她一命 还给了她美好的生活 没想到她会背叛自己 王宫内叶卡叫来了保罗 询问她为什么不跟自己商量 就把这个盒子放到市场上 保罗称不想因为这种小事打扰她 叶卡反问她不知道这是一种权力手段吗 每个臣民都有机会用这个吸引她的注意力 接着让保罗打开箱子 并表示会让人把这些全烧掉 保罗不仅没有反对 反而主动拿给叶卡一份 自己写的关于国家的论述 叶卡很欣慰保罗能和自己说她的想法 表示自己会认真阅读并分享感受 保罗走后斯杰潘向叶卡汇报 普加乔夫的队伍在喀山与军队发生交战 军队伤亡惨重 若她征服了喀山奈里莫斯科也不远了 这将意味着一场灾难 随后叶卡召见尼基塔商量应对之策 就目前形势而言 尼基塔还是提议启用哥哥去镇压叛军 叶卡表示将对战土耳其的军队撤回来不行吗 尼基塔表示那样就会失去很多战力品 叶卡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从会议室出来尼基塔直接来找了保罗 保罗对他的提议表示了感谢 原来把方案交给叶卡的主意是尼基塔出的 保罗也向他打听了线下的局势 询问贸名顶替者的危害这么大吗 竟需要调回与土耳其作战的军队 尼基塔坦言形势非常危险 一个冒充者从西方攻击 另一个从东方攻击 现在除了战争还两面受敌 对于普加乔夫他们可以镇压 但对诺娃却无计可施 且他现在还有那不勒斯王国的保护 原来法国子绝回去后 立马调查了黑衣刺客 虽查出来是当地的雇佣兵 但却没人知道谁雇佣了他们 他认为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于是用贸易优惠为他们换了那不勒斯王国的保护 回到尼基塔这边对于如此复杂的情况 他也不免唉声叹气 看着眼前的保罗他顺嘴问起 若他是皇帝他会如何处置 保罗直言如果国王拒绝交出贸名顶替者 他会轰炸那座城市 尼基塔对于这个回答有些震惊 质疑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若这样做了很多国家都会有理由出手 到时法国会鼓动波兰同盟军 然后开始帮助土耳其 甚至公开支持冒充者 而丹麦也将封锁所有的北部海峡 到时俄罗斯属于欧洲阵营的共识将被否定 可保罗却觉得 在这之后就不会有人躲在他们的敌人后面了 对于保罗这个观点 尼基塔倒是十分赞同 喀山这边胖瘦两兄弟刚赶到 就碰到了之前赌博出签的那几个官兵 于是两人还没开始将功补过 就被以刑片罪扔进了监狱 他们在监狱里见到了普加乔夫的妻子和孩子 胖家夫趁吃饭上前询问他 若他丈夫征服喀山后会做什么 他的回答完全出乎胖家夫预料 胖家夫听完走回兽雅克身边 吐槽命运弄人可以写一部剧了 吃完饭回到各自监牢 两兄弟透过窗户 看到了一个男子被抓了进来 这人正是尼基塔的车夫 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大量的勋章 叛军误以为他杀了某位高官 使他逃过一劫暂时被关了起来 镜头转到迪利奥尔曼高原 也就是苏沃洛夫驻扎的营地 就现在土军布置而言 他和波江金商量出了对策 只要再来一次进攻 就能重创土军让他们主动争取和平 这时女皇来信命令军队撤离巴尔干半岛 7月中旬撤退到喀山 苏洛夫认为普加乔夫到不了莫斯科 如果他去喀山部队则在短期内无法恢复 而现在是制服土军的绝佳机会 波江金也赞同这个提议 随后的时间他们对土耳其发起了夏季总攻 毫无意外土耳其大败 还有两万人被俄军围困在舒姆拉要塞 土耳其宰相帕夏向苏丹汇报情况 对这次失败苏丹早有预料 他派遣帕夏去俄罗斯谈判先稳住局势 然后故意拖延谈判时间 他要等一位重要客人 如今俄罗斯东部的暴乱愈演愈烈 如果这位客人愿意帮他们 那么奥斯曼帝国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 他叮嘱帕夏如果他把白鸽送去 就签署和平条约 如果送去的是黑色鸽子那就继续战斗 俄军营帝大圣的苏沃洛夫悠闲地刮着胡子 剑伯将经过来他说起现在的局势 所以他们需要告诉女皇 现在绝不能撤军 郭将经表示叶卡不听别人的 他会亲自去告诉他 王宫内保罗找到叶卡表示他想参军 作为海军上将他怎么能没上过战场呢 叶卡直言海军上将也会有性命危险 保罗脱口而出总比滥用荣誉要好 这不把叶卡说进去了 叶卡询问这话什么意思 见他没有说话叶卡转移话题说起他写的文章 表示很有趣还有点天真 比如废除农奴制 看起来很简单但操作起来却很难 俄罗斯看起来很大 但实际能耕种的土地并不多 而且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一年两季收成 他们只有一季 数百万的农民如何平分土地 保罗听完表示他需要时间来找出新的论据来反驳 叶卡对他最近的作为很是满意 让他留下来参与政务 还同意他参加最高会议 称这些对继承人都很重要 随后叶卡叫来尼基塔 边散步边说起关于冒充者诺娃的事 因为他躲在那博勒斯国王的庇护下 若企图暗杀则会被认为是一种战争行为 可以派人去跟他亲近 把他自然地带回俄国 尼基塔提议的人选是阿列克谢 殊不知阿列克谢已经是叶卡的新情人了 而他说的这个其他人 就是与黄楚飞明尼斯通的安德烈 于是他让人将安德烈从牢里带了过去 告诉他有一位诺娃公主 自称是仙女皇伊丽莎白的女儿 在那博勒斯找到了庇护所 准备借助外部势力成为俄国新女皇 而安德烈的任务就是把他带回俄国 叶卡表示不想因此破坏 与那博勒斯的外交关系 也不想与他们开战 所以需要诺娃自愿 且没有丑闻地跟他离开那博勒斯 但如果他躲在欧洲不带诺娃回来 叶卡表示自己会剥夺他家族的所有贵族身份 包括他的父亲和兄弟 安德烈听完保证自己会竭尽全力去完成这件事 任务布置完他叫来了阿列克席 称他会指挥地中海的舰队 护送他去往奈布勒斯 表面是护送实际却是监视 于是这两位曾在海战中并肩作战的战友 一同启程前往奈布勒斯 另一边普加侨夫带领的军队攻占了喀山监狱 他第一时间独自来见妻子孩子 孩子们开心地上前与他拥抱 普加侨夫看着妻子表示 最后一次拥抱一下 现在他是彼得皇帝 而他们是普加侨夫的亲人 以后他们不能再有任何关系 随后他转身走了出去 找到自己的秘书 让他为自己的救命恩人普加侨夫的遗双 找一个温暖干净的屋子 并保证他们的正常生活 晚上手下压着冒充伊凡六世的人和车夫走了进来 称这个伊凡六世想逃跑被抓了回来 而车夫并没有跑带过来事以防万一 普加侨夫好奇他为什么没有逃跑 车夫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反而询问他想从农民那里得到什么 车夫表示这不过是新主人取代了救主人 若想得到农民的支持 就给他们最想要的土地 他们必定会誓死跟随你 普加侨夫觉得他很有坚定 于是任命他为伯爵留在自己身边 为政治事物出谋划策 这时手下来报 抓到了一个少校和他的妻子 普加侨夫走出去询问他是否愿意效忠自己 少校坚定地表示自己只效忠女皇 不会侍奉冒充者 普加侨夫听完 直接命令手下带他上了绞刑架 一旁的兽雅克受命在旁演奏 看着丈夫被绞死妻子悲痛欲绝 普加侨夫让他宣誓效忠自己 反被催了一脸唾沫 还企图在甩他一巴掌 普加侨夫出手拦住他后 让手下把他带到自己房间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幕 胖兽两兄弟不禁感叹他们来错地方了 房间内普加侨夫不顾他的哀求和拒绝 强行侵犯了他还把他留在了身边 圣彼得堡内波将金快马加鞭赶了回来 他心情激动地来找叶卡 却被秘书拦在了门外让他先交出武器 至于见面时间 一小时后会举行帝国会议 到时女皇会倾听所有人的发言 郭将金无奈地笑了笑后 交出武器转身离开了 接下来的帝国会议上 郭将金汇报了最近的战况 他们将土耳其军队困到了舒姆拉要塞 这意味着这支军队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的局势他们虽没能摧毁奥斯曼帝国 但也令他们元气大伤了 所以他们不用再派遣军队越过多么活了 要做的是留在亚素海占领克里米亚 关闭所有奴隶市场消灭黑海的海盗活动 开放对外贸易 一旁的大臣表示应该继续战斗 彻底摧毁奥斯曼帝国 听了他的愚蠢发言尼基塔无语的翻白眼 叶卡也直接无视他转而询问尼基塔 郭将金他们没有遵循自己命令回来对抗叛军 没等尼基塔发言 郭将金率先开口表示 他的立场一贯坚持和平 现在他们可以先逼迫土耳其签署和平条约 然后再调来军队镇压叛军 叶卡全程没看郭将金一眼 对他的话也没有理会 直接询问尼基塔的意见 尼基塔跟郭将金的意见其实差不多 彻底击溃奥斯曼帝国是很难的 他们不应该再执着于战争 而是维护好现在胜利的成果 他们不需要海峡 更不需要军事坦丁堡 确保自己边境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主张暂时休战来解决国家内部的问题 叶卡听完转而询问斯杰潘 关于冒充者的消息 斯杰潘表示普加侨夫已经进入了喀山 释放了监狱里的所有人来充实自己的军队 还剿死了喀山的所有的军官和贵族 但最严重的是普加侨夫发表了一份声明 上面写着要赐予所有以前是农奴的人自由和土地 不需要赎买和租金 这一宣言发布之后 成千上万的农民从帝国的各个角落去投奔他 叶卡听完当即命令他 在农民被这些承诺蒙蔽前制止这一宣言的传播 这时尼基塔再次提起他哥哥帕宁伯爵 建议由他来指挥军队镇压叛乱 并赋予他特殊的权利 伯将金见状表示 苏沃洛夫可以在普加侨夫到达莫斯科前调兵 叶卡选择再次忽视他的意见 直接同意了尼基塔的提议 愿命帕宁伯爵为镇压叛军的指挥官 并考虑扩大他的权利 然后便宣布结束会议 正当众人退下时 叶卡叫住了伯将金 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如此疏远自己 叶卡质问他自己送他的导师怎么回事 伯将金听完反倒笑了起来 他请求叶卡原谅 并解释所有的钱 都用来打仗和给死者家属发放抚恤金了 伯将金走上前拉起叶卡的手 表示这些钱都花在好的事业上了 并俯身来亲吻他 伯将金向他要个解释 叶卡没有多说什么 正托他的手向窗边走去 伯将金没有任何纠缠 留下一句叶卡错了 便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叶卡将伯将金叫到了会议室 原来他昨天回去就写了一份 长达六页纸的辞职报告 叶卡质问他是把一生写成了回忆录吗 伯将金表示自己只是想解释 他努力追求的东西 包括他的理想和现在被剥夺的计划 叶卡称是他自己剥夺了一切 也是他亲手取消了他们的计划 说起他们已经结束的关系 叶卡询问他是否会感到难过滋生怨恨 伯将金表示他想离开不是因为怨恨 叶卡劝伯将金留下 告诉他自己想要一个孩子 也需要一个朋友 而且他不知道除了伯将金 谁还能保护他不受错误决定的影响 伯将金询问什么决定 叶卡称尼基塔说服他 允许他哥哥帕宁伯爵根据自己的判断 执行死刑和赦免 在四个地区包括莫斯科 叶卡说自己没有别的人选来对付普加乔夫了 可谁又知道帕宁伯爵他们 会拿自己给的权利做些什么 伯将金建议叶卡不要把所有权利都给帕宁伯爵 莫斯科太大他会窒息的 既然他没有军队 那就让他先在莫斯科招募军队 另外将尼基塔派去边境参与和谈 叶卡表示这个建议非常聪明 他是不会让伯将金辞职的 不仅如此他还任命伯将金为新俄罗斯的总部 命令他协助苏沃洛夫派遣军队去打败叛军 不久一辆马车驶进皇宫 来的正是尼基塔的兄弟帕宁伯爵 叶卡任命他为这次远征军的指挥官 并且授予他一切权利来镇压叛乱 但莫斯科被排除在权权代表之外 叶卡告诉他对叛军毫不留情 使用他知道的所有军事手段将他们消灭干净 帕宁表示他会用自己的努力来表达自己的忠诚 出会议事门就碰到了等候在此的尼基塔 他将叶卡的任命一一说了出来 尼基塔听完不禁称赞起叶卡的做法聪明又巧妙 不过他自认为玩弄权谋他们会更狡猾一些 他让哥哥帕宁伯爵先按叶卡的命令去做 但招募人手时找一些只对他忠诚的人 最后他希望哥哥若见到他的车夫 把他活着带回来交给自己处置 那布洛斯王宫里 为了防止诺娃在遭遇袭击 尼尔决定教他一些剑术防身 随后外出散布时 诺娃表示他是自己见过的所有男人中 唯一一个没仕途和自己上床的人 他好奇地询问是什么阻止了他 尼尔提起十年前波兰议会选举国王他没当选 反而是叶卡捷琳娜大帝通过贿赂和阴谋 让他的情人做上了王位 然后一把将情人推开 他甚至没法对付他 更不用说他掌权的波兰的波兰消失了 如果未来他们成功了 诺娃将是新的俄国女皇 他们之间不应该有感情 感情是没有公正的 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波兰 诺娃不理解当了女皇就不能拥有爱情吗 尼尔劝他谨慎选择他想交往的对象 然而关于爱情和皇位 第一次得到了纳布勒斯国王的召见 国王第一眼见到诺娃 就被他的美貌吸引了 一改刚才高高在上的姿态 起身上前献殷勤 要求诺娃的侍从 向他汇报一切诺娃需要的东西 不希望他留在纳布勒斯的这段日子 有任何的不愉快 为了表示特殊照顾 他还决定把自己的御用厨师送去侍奉诺娃 而这一切都是为他去拜访做铺垫 诺娃已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唯有拒绝了 国王也时刻地收回了自己的请求 表示近期会有俄罗斯使臣抵达纳布勒斯 就俄罗斯舰队的地位进行谈判 他让诺娃放心在自己的保护下 他们只管尽情享受天气就好 很快安德烈为首的一行人就抵达了纳布勒斯 国王和王后在等待接见他们时 王后说起他最近听说 国王对他庇护的诺娃来了兴致 国王并不想聊这个话题 毕竟他们两人约定俗成的各自有各自的情人 而且还不止一个 这时安德烈缓缓走了过来 只一眼王后就对他动了心思 接待结束他就派自己的侍女安吉去试探安德烈 一番云语之后 安德烈打听起国王和王后的关系 他接着询问宫里最近是否有新面孔 比如带有俄罗斯血统的贵族女性 安吉满是警惕地拒绝回答 回去后安吉将这件事汇报给了王后 王后了解情况后 询问侍女安德烈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 王后一听来了兴趣 这边诺娃收到国王欲望之夜的晚会邀请 欲望之夜说白了就是一场肆无忌惮的狂欢 人们戴着面具根据数字自由选择喜欢的人过夜 这个人甚至可能是王后本人 米尔劝诺娃不要去 诺娃觉得若她不去的话 很可能会失去国王的支持 于是她决定接受邀请 转眼到了晚宴当天 安德烈走进一栋别墅 侍女安吉告诉她晚会规则后 又提醒她国王号码是一 王后号码是二 至于她想找的俄国女人 国王知道她的数字 她只需看国王的眼神就能知道 安德烈不理解王后为什么如此帮自己 安吉表示王后想得到她的感谢 第一轮下来安德烈顺利和诺娃组成搭档走进了房间 然而对于安德烈的甜言秘密 诺娃丝毫不动容 表示自己只是为了逃避和国王见面 对她没有任何想法 安德烈的下一步举动她也果断拒绝了 安德烈备受打击地坐在床边 这时另一个头戴面具的女人走进来 来人正是王后 该帮的都帮了 现在是安德烈报答自己的时候 一番忙碌结束 安德烈回到船上 开始一个人喝闷酒 阿列克谢走进来询问情况 安德烈表示见到了诺娃 但没有引诱成功 她觉得自己的天赋被诅咒了 阿列克谢表示这跟诅咒没关系 只不过是碰上了一个聪明的女人 她转念一想便有了主意 她让安德烈在宫中传播谣言 说杀死彼得皇帝的阿列克谢就在那不勒斯 并表示是叶卡捷琳娜大帝 故意将她流放倒着 因为女皇开始剪除帮她登上皇位的人 倒是诺娃很可能会来接近拉拢她 另一边边境俄国军营 尼基塔伯将金苏沃洛夫 在等土耳其谈判的使者前来 眼看已经等了四个小时 波将金有些动怒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侮辱 他们在故意拖延时间 尼基塔一脸淡定地表示 就是在拖延时间但侮辱还谈不上 他让波将金别担心 等他们来了自己会有礼貌地惩罚他们的 这时土耳其使者带着一堆食物来了 上来就为自己的迟道向他们道了钱 尼基塔感谢他们的款待 并邀请帕夏入座 谁料凳子还没坐热 帕夏就表示他们的姓氏 接过苏丹国王的协议后 尼基塔表示想一周之后再谈判是他们的权利 但他们也会继续进攻 尼基塔直接起身指着地图给他看 这些旗帜标志着当前的边界 如果战争再持续七天 边界肯定就不在这里了 苏沃洛夫明白尼基塔的意思 称明早他们就能到瓦尔纳附近 尼基塔战气总结 他们会等着土耳其的新协议 但浪费的每一天 他们都会努力夺取新的土地 帕夏表示那他该怎么跟苏丹说呢 尼基塔霸气称告诉他真相 不要试图欺瞒他 帕夏只能无奈表示协议会尽快送到 说完便要起身离开 使者走后 博将京都忍不住向尼基塔表达自己的佩服 土耳其苏丹这边 也等来了他口中的重要客人法国子爵 苏丹表示法国也是时候 该和他们一起公开对抗俄罗斯了 子爵面露男色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苏丹看清了法国的嘴脸 回去后他就命人放了代表和平的白鸽 帕夏收到后立马来与俄罗斯开始谈判 双方意见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签订了和平条约 一切结束 尼基塔准备返回圣彼得堡 国内喀山这边 普加乔夫自从将少校妻子谭雅据为基友后 示弱珍宝走到哪里都要带着 这引起了手下的不满 第二天普加乔夫要出去侦查情况 然而他刚走两个人就冲进了谭雅房间 污蔑他毒害普加乔夫 将他强行拉到了绞刑架上 等普加乔夫回来 首先看到的就是吊死在院子里的谭雅 普加乔夫知道都是丘马克的主意 将他暴揍了一顿 身后的胖兽两兄弟趁此机会 从后面偷偷溜走了 逃出军营的两人一路狂奔 刚跑出了叛军的势力范围 立马就被官兵荡成叛军抓进了监狱 镜头转回那不勒斯这边 安德烈跟阿列克谢商量好对策后 他就在跟侍女安吉亲亲我我时 假装不经意透露舰队司令阿列克谢最近老做噩梦 很快俄国海军舰队司令杀死前皇帝彼得三世 并饱受噩梦清洗的密文便传遍整个皇宫 而那不勒斯国王因上次派对没有得到诺瓦 他决定再办一次舞会 王后则对那位传闻中的舰队司令颇感兴趣 决定邀请阿列克谢参加舞会 而诺瓦听说阿列克谢回去后 果断答应了国王的邀约 几天后诺瓦一身红衣格外美丽 就连米尔也忍不住夸赞起来 侍从还将一串项链戴在了诺瓦脖子上 称这是从那不勒斯王冠上取下来的东西 是国王送给未来俄国女皇的礼物 阿列克谢到了 诺瓦缓缓走了上来 得知他身份后 阿列克谢假装有些慌乱 他故作为难地表示 若被俄罗斯大使看到 一定会告诉女皇他们的处境也会艰难 说完便欲擒故纵地准备转身离开 诺瓦果然上了档 两人边走边聊着天 诺瓦说他一想到要跟国王一起跳舞 就有些害怕 先一步邀请了诺瓦 看着两人眉目传情一起共舞 国王越看越起来找大臣约翰 约翰表示最近在港口附近抢劫事件有所增加 俄国使臣在回去的路上遭遇点意外 也是可以理解的 舞会结束国王还为大家准备了魔术表演 魔术师称他们发明了扭转时间起死回生的药水 为了证明他说的话 他还现场邀请得了一名女士上台 当着众人面将剑从他脖子处插了下去 顿时鲜血蹦出女人当场没了气息 接着他用不将女人盖住 拿着药水在他上空转了几圈 掀开布使女人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演出结束后天色已经微微亮了 阿列克蟹和安德烈在回去路上 一群人出现借口阿列克蟹碰到了他 直接开始出手 安德烈和阿列克蟹好歹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 对付他们姿势不在话下 但对方人多是中他们虽然赢了 但阿列克蟹手臂却意外受了伤 本来以为是皮外伤 谁料阿列克蟹竟失去意识倒了下去 回到船上医生查看过伤口后 知道他是中毒了但却不知道什么毒 意思是只能听天由命呗 舰队司令性命垂危 副司令决定立马给圣彼得宝写一份报告 安德烈建议他明天再送出去 若女皇知道现在的情况 那就意味着他的任务失败 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前途 他决定推辞时间再想想办法 于是他决定上岸去找国王和王后 谁料刚上岸就碰到诺娃派来送信的米卡奥 原来本该给自己来信的阿列克蟹 迟迟没有来信 诺娃便派米卡奥去替自己送信打探消息 听到阿列克蟹受伤命在旦夕 诺娃一愣神后从桌上拿了东西匆忙出了门 他来了魔术师住处 用国王送自己的项链请他们出手相救 魔术师提醒他他帮阿列克蟹是徒劳 这不会带来幸福 不管是对他还是对阿列克蟹 另一边安德烈求见国王和王后 被拦在门口的约翰拒绝了 安德烈气愤地质问他 有没有想过阿列克谢死在那不勒斯 他们女皇会有什么反应 约翰却表示他是与醉酒的人发生争执 这和王室没有任何干系 而且彼此心知肚明又怎样 他们没有证据 他失落地回到岸边 正巧碰到来救人的魔术师 死马当火马医安德烈带着他们上了船 查看过阿列克蟹的伤口后 他做法试得在他的上空一通操作 随后为他喝下了药水 接着俯身在他耳边 第二天阿列克蟹 阿列克蟹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安德烈递给他一封信 表示他一会要工作了 信是诺瓦写给他的邀请他见面 还附带了自己的地址 阿列克蟹却表示是他说服了魔术师 裁救了自己一面 安德烈让他抛弃这种想法 还提醒他不带诺瓦回圣彼得堡的后果 除了自己家族会被剥夺贵族头衔 他哥哥奥尔洛夫也在女皇手里 阿列克蟹听完脸色阴沉了下来 这边波兰将军米尔也在劝诺瓦 让他不要与阿列克蟹有什么联系 他也是他们的敌人 这时阿列克蟹进来打断了对话 他邀请诺瓦出去走走 米尔尽力阻止 但诺瓦不警不听 还禁止他跟随将会保护他的人 换成了米卡奥 海边散步时 阿列克蟹对他的救命之恩表示了感谢 诺瓦突然开口问起那个谣言 询问是他和哥哥杀了彼得三是吗 他脚步一顿表示是真的 但他并不以此为荣 被问是不是叶卡逼他这么做的 阿里克蟹没有回答 至于他哥哥疯了 但这并没能减少他的愧疚 诺瓦有些动容俯身上前吻了他 米卡奥看到这一幕气愤的转身离开 回去后他将这些告诉了米尔 米尔告诉他的另一个消息 今天他在码头见了第二个俄国人 他承诺只要他们宣誓 对女皇叶卡杰琳娜效忠 波兰国王可以把他们家族的土地 和金钱还给他们 虽然他很讨厌俄罗斯当局 但总比一直嫌坐着好 诺瓦回来时 他们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了 临走前米尔最后一次请求诺瓦 跟他们一起去法国 诺瓦提起之前米尔在皇位和爱情之间做的选择 而他刚才也做了选择 诺瓦转身询问米卡奥也要离开吗 他含着泪表示自己后悔遇见诺瓦的那一天 以致所有的这些时间都白白浪费了 看着米卡奥匆匆离开的背影 诺瓦表示对他来说 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边苏沃洛夫奉女皇命令赶到了喀山 为了知己知彼 他下令一一提审监狱里的俘虏 当然有誓死效忠绝不开口的 也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比喻庞家福 他向苏沃洛夫解释了自己在那里的原因 也讲述了自己的见闻 包括少校的牺牲他妻子所受的哲辱 还有普加乔夫和手下的矛盾 对于自己没有奋起反抗战死军营 他觉得是很大的耻辱 苏沃洛夫却告诉他 接着苏沃洛夫询问他的意见 他的将官整理出了四种计划 去围剿普加乔夫 可每一种计划都有人要牺牲 有没有什么不流血 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胖家夫表示用钱收买叛军 现在他们军队离心 有些人应该早就想反了 说着还提供了普加乔夫 几个手下的名字 而叛军这边也正如他说的那样 苏沃洛夫到场加上普加乔夫 沉浸于做皇帝的威严 对军事部署撒手不管 叛军接连败退手下越来越不满 车夫察觉到一样后 跑来找还沉浸在温柔乡的普加乔夫 普加乔夫觉得是他在挑拨利剑 几天后邱马克为首的几个人 来到车夫面前借拥抱 唯有把他暗杀了 又一起合力把普加乔夫绑了起来 随后他们把他绑着 交给了喀山的士兵 苏沃洛夫正在审问他时 帕宁伯爵带着刚刚招募来的兵赶到 刚进军营就听到了普加乔夫 被捕的消息 他有些生气也有些不甘 坐下用餐时 他提出以后 他把普加乔夫和他的同伙抓起来 转移到首都圣彼得堡 这不妥妥地抢军功了吗 苏沃洛夫并不惯着他 表示收到的指令 并没有委任他转移冒名顶替者 简直是逃不着好 帕宁又提议由他追捕同伙 苏沃洛夫带兵押送普加乔夫回圣彼得堡后 帕宁立即派兵去往个村 王宫里趁着排练舞台剧 丹尼斯向侍女奈莉求婚被拒问 他垂头丧气地来找保罗求助 希望他能帮自己问问原因 保罗答应下来后就来找奈莉 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是受人之托 来询问原因的 没想到原因在自己身上 保罗当即表示自己结婚了 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而丹尼斯是个善良又忠诚的人 也会是一个好丈夫 奈莉表示自己理解 保罗不能和自己在一起的原因 但他作为一个自由人 他也有权选择自己的命名 所以他不会嫁给丹尼斯或者其他男人 叶卡这边斯杰潘来汇报 普加乔夫已经被捕了 正由苏沃洛夫亲自押送回来 为了安全只有白天赶路 到圣彼得堡可能还要一个月 叶卡高兴之于觉得时间太长了 让他们找一条近的路 接着还下令在莫斯科进行审问 让他在布特斯卡亚车站附近建造一座监狱 将他送到那里消除首都暗藏的隐患 至于怎么处理他还没有想好 于是他来找主教询问意见 有人主张要对罪犯严厉惩罚 来显示皇权的权威 但也有人主张对他们怜悯 来体现领导者的美德 主教表示上帝其实已经为他指明了道路 主教的意思显然是第二种 晚上叶卡和保罗一起吃饭时 保罗提出要一起去莫斯科 渐渐冒充着普加乔夫 叶卡一口回绝了他的请求 他却坚持要去看看 这个对叶卡来说比苏丹还危险的人 而且他觉得这样一个邪恶的罪犯出现在俄罗斯 可能是叶卡的政策造就了他 叶卡不想跟他多说 让他停止讨论他理解不了的事 保罗却并不把休 提出应该减少农民赋税或废除农奴制 给所有人自由 还表示是农奴制把他们变成了叛军 叶卡直言他的设想是乌托邦 等他成为皇帝就会发现想法与现实相距甚远 为了让他认清现实 叶卡决定带他一同去莫斯科 在大雪纷飞的一天 叶卡和保罗来了莫斯科监狱 一进门叶卡对着保罗就是一句嘲讽 接着他直接了当地询问普加乔夫 是谁在背后支持他发动叛乱 土耳其人波兰人还是法国人 他表示并没有人支持自己 一开始是很困难 但关于他的消息传开后 俄罗斯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开始加入他的行列 给他带来了武器和食物 要说有盟友的话 那就是俄罗斯人民 他还表示人们愿意相信他 是因为从自己身上 他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皇帝 是他给了农奴自由 叶卡上前一步质问他 塔提摄夫斯基要塞将军的烟肉行 对解放俄国人民有何帮助 先包了他的皮 然后把熏肉放到他们的伤口上 直到他们痛苦地死去 还有将军的妻子 先是凌辱了他 然后又残忍地 把他和他的孩子 吊死在苹果树上 还有背负的将军 切开他们的身体直到他死去 这就是他的新方法 去年春天尸体在运河边运了三天 他们都是从被他们占领的 塔提摄夫斯基要塞抬出来的 叶卡大声地质问他 随后他转身让保罗好好看看他 回去后叶卡召开了会议 尼吉塔向叶卡报告 哥哥帕宁伯爵已经找到了所有参与叛乱的人 有些人想逃跑被摧毁了 剩下的被关进了监狱 在等叶卡的命令 叶卡转头询问保罗的看法 尼吉塔也赞成保罗的意见 言成那些参与作乱了 于是他下令土家侨夫和他最亲近的人都要被处死 至于其他人则会表示自己的仁慈 尼吉塔认为 如此仁慈是向欧洲国家展示弱点 叶卡心意已决 还让他给他哥哥帕宁下命令 在他杀死每一个村庄的人之前 会议结束他单独留下了斯杰潘 传达了他对于普加侨夫住处的处置 改变原来的命令 只烧掉普加侨夫的房子就行 不要伤害其他人让他们自行离开 所有信普加侨夫的人改信社气夫 另外刽子手处决普加侨夫时 让他们从他的头开始 让他免受痛苦的死去 1775年1月10日 普加侨夫在莫斯科伯罗特纳亚广场被处决 他领导的农民战争也宣告结束 这场叛乱也是俄罗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叛乱 这边叛乱彻底解决 镜头转到另一个冒充者诺娃这边 最近这段时间 阿列克谢和诺娃频频见面感情日度 今天见面时 诺娃一阵咳嗽带出来血丝 他没有在意而是说起了庞贝古城 相传当维苏维火山开始喷发时 一对恋人在橄榄巷拥抱 他们一起被尘土掩埋了 现在他们依旧躺在他们脚下相互拥抱 他喜欢这样的爱情 回到住处 诺娃一位在阿列克谢怀疑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想要 只想跟他一起留在那布勒斯 然后永远待在这里 像庞贝古城的那对恋人一样 一连两个月 阿列克谢一直待在诺娃住处 很少回船上 安德烈知道他是故意回避拖延时间 于是在船上见到他时 提醒他不要忘了女皇给的任务 阿列克谢却表示 他要请女皇放伊丽莎白一马 他现在已经不想要皇位了 所以也没有危险了 安德烈反驳他 只有命令委员会 才有资格判定他是否有危险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被阿列克谢打断了 安德烈转身出去前告诉他 自己昨天见了那布勒斯国王 并让他相信与法国的联盟 对那布勒斯不利 而俄罗斯会是一个很好的盟友 冒名鼎替者的存在 对那布勒斯才是问题 所以现在诺娃必须离开那布勒斯 否则他很快就会有危险 阿列克谢听完气愤的用剑对准了他 安德烈告诉他与其对准自己 不如快去看看诺娃 那布勒斯国王很快就会去带走 并处决那名人 为了诺娃的安全 阿里克谢决定带他离开那布勒斯 于是两人在海边 你来我往的说着情话时 他向诺娃开口求了婚 而成婚的地点就定在船上 他借口那是俄罗斯的土地 他们可以像所有东正教教徒一样 在牧师的见证下完婚 然后他们就永远留在那布勒斯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诺娃 满是开心感动地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随着吊板缓缓升起 阿列克谢含情默默地揭过了诺娃的手 阿列克谢让他闭上眼 将他准备的婚纱拿了出来 随后他们在牧师的见证下完成了婚礼 晚上他们在船上度过了美好一夜 一早起来诺娃还沉浸在幸福中时 三名军官走了进来 诺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个劲地请求见丈夫阿列克谢 副舰长没有答应让人将他强行带走了 诺娃拼命呼喊阿列克谢的名字 而听见呼喊声的阿列克谢 只能躲在船舱里借酒精麻痹自己 强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这时安德烈走了进来 表示过程曲折 但还是完成了工作 他们也会按约定告诉诺娃 他也一起被捕 满是失望的阿列克谢提起维苏维火山 提起他可以在一夜之间毁掉整个城市 里面的每个人都会死 恋人会选择拥抱着离开 接着一阵冷笑话风一转表示 可惜容颜留不到圣彼得堡 而此时圣彼得堡亡宫里 四节攀向叶卡汇报了 冒充者诺娃正在随舰队返航的路上 叶卡下令抵达后 将他秘密关进雷夫林监狱 增加守卫审问出他的出身 和这出闹剧背后的人 还让回来的安德烈和阿列克谢立马来见自己 四节攀一番犹豫向叶卡汇报 阿列克谢和冒充者诺娃相爱结婚了 感受到被背叛和抛弃的叶卡 脸上没了刚才的喜悦 几天后舰队刚抵达圣彼得堡 诺娃就被送到了雷夫林监狱 即使这样的处境 他担心的还是阿列克谢 这边任务顺利完成的安德烈 被赦免了之前的所有过错 他一脸轻松愉快地走出会议室 而阿列克谢则一脸沉重地走进去 叶卡开门见山地质问他 爱上基于自己皇位的冒充者 感觉怎么样 见他不说话叶卡又表示诺娃要求见他 因为诺娃确信他们是合法的夫妻 确信他也被捕了 也确信他始终站在自己这边 阿列克谢开口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不是因为婚礼 诺娃不可能上船 若留在那布勒斯他早就死了 叶卡语气嘲讽地表示 此时的诺娃已经怀了阿列克谢的孩子 叶卡直言他苛刻又残忍 就是一个冷血的人 就像他当时类似彼得三世一样 他看到了彼得身体脖子上的肿怀 还有阿列克谢手指的硬痕 见他无言以对 叶卡下令让他去监狱审问诺娃 由他自己亲手打破他编织的谎言 阿列克谢有些慌乱 询问为什么是自己明明有那么多专家 他坦白自己欺骗了诺娃 一切早就在船上安排好了 现在诺娃以为他已叛国最被捕 若他现在出现他要怎样面对他 叶卡表示就像现在面对他一样 自己能活下来他也能活下来 随即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他去监狱审问 要么自己下命令让斯杰潘用鞭子去审问 无奈第二天阿列克谢就来了监狱 看见他诺娃惊喜又关切地上前抱住了他 等他平静下来看到了阿列克谢身上的致服 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阿列克谢解释自己没有骗他 他不能待在那不乐死 他们会杀了他的 而自己永远不会伤害他 诺娃上前抱住了他 他确信阿列克谢爱过自己 也早就猜到他在骗人 但自己还是选择相信了他 阿列克谢再三保证 自己会一直爱他 也会带他离开 但需要诺娃按他说的做 承认他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 说出他背后的那些人 又表示女皇是很仁慈的 他会放他们离开的 诺娃不可置信地看着阿列克谢 不愿再相信他 情绪激动地让他离开 等他走后 诺娃没了支撑跪在床上痛哭起来 之后的审讯他也是拒不配合 毫无悔意就连签字还坚持用的伊丽莎白 叶卡看着他写的东西生气不已 听秘书说阿列克谢多次请求见面 他便让人把他叫了进来 一进门他就跪了下来 请求叶卡放过诺娃 并保证自己会带着他离开圣里德堡 不会再对皇位有任何威胁 叶卡让他起来后表示 不是自己不给他机会 是他始终不肯说出幕后主使 也不愿签署文件 不过叶卡还是不忍心要了他的命 便递给了阿列克谢一份文件 阿列克谢表示感谢后 立马拿着文件去了要塞 诺娃看完他递过来的文件 一把将他丢在了地上 因为上面没有签名和盖章 阿列克谢告诉他 写下忏悔后女皇会签字的 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回家特气纳 在那生下他们的长子 同时感受到孩子胎动的诺娃 决定按叶卡说的去做 看着怀里咳嗽不止身体越来越差的诺娃 阿列克谢心痛不已 几天后监狱长和斯杰潘伯爵 拿着笔墨和纸张 来让他写下事情的经过和幕后的推手 眼看一切都要尘埃落定 斯杰潘的一句话引起了诺娃的反感 他听完一愣放下了手中的笔 站起身来告诉他们 自己是伊丽莎白 彼得罗福那女皇的女儿 是彼得大帝的孙女 是俄罗斯的女大公 斯杰潘提醒他这是在给自己判死刑 见诺娃不为所动 他只好拿着东西离开了监狱 不久后的一天 诺娃在监狱产下了一名男孩 而他也因精力耗尽吐血而亡 随后他被放进棺材抬出了监狱 孩子也交给了阿列克谢 斯杰潘上前提醒他 不要忘了签署的协议 没有人应该知道这件事 也没有人应该知道这个孩子 阿列克谢表示自己会记得后 抱着孩子离开了 一切尘埃落定后 尼基塔来找叶卡 再次提起了自己的请求 这次叶卡答应接阿料莎回来 并由尼基塔负责 很快就到了阿料莎回来的日子 尼基塔一改往日的沉稳 紧张地拿着玩具来回走动 他不知这么久没见阿料莎会不会变 助理表示他减少期望会坦然很多 这时阿料莎走了进来 尼基塔立马放下手中的玩偶上前热情欢迎 然而阿料莎却冷冷的没有回应 尼基塔还表示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爱与陪伴 自己给他写的信中也多次提到了 他也给了回复的 尼基塔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 转移话题聊起了阿料莎的变化 阿料莎打断了他的话 还有足够的钱过自己的生活 请尼基塔不要再干涉自己的生活 说完抬手将玩偶融在地上 完全不顾及尼基塔的心情转身离开了 尼基塔满是失望的立在原地 久久没有反应过来 不久后保罗和侍女奈莉在雪中散过 保罗把自己的烦恼都告诉了奈莉 奈莉表示他愿意倾听 与此同时叶卡和波将军 也在大雪中再次相见 他开口询问波将军南方暖和吗 波将军给了肯定回答 还承诺他想知道自己在南方做的事情 自己会详细告诉他细节的 叶卡直接开口表示他们还是做朋友吧 波将军没有反对 称会在克里米亚为他建造一所教堂 圣凯瑟林教堂 波将军表示虽然他们分手了 但现在看来为了俄罗斯为了叶卡 他们已经赢了 随着镜头渐渐淡去 第三季到此结束 冒名顶替者的时代也彻底终结了 在这场波及很广的叛乱中 俄罗斯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叶卡的皇位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威胁 好在最终还是以他的胜利告终 而他未来还有20年的统治 也将是波折不断 但俄罗斯在他的统治下无疑变得更好 教育上俄罗斯帝国学院和中等教育体系被建立起来 国力上国库增长数倍人口几乎翻倍 数以百计的新城市被建成 将于也如波江经所说的那样 扩展到黑海北部海岸克里米亚和西部白俄罗斯 而叶卡所主张的开明专制主义时代 也将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黄金时代 但不久的将来一场风暴即将席卷法国的心脏地区 对叶卡捷琳娜和他的继承人 也会造成新的挑战 下季见